与林选委的决议选出四字分属不同领域 各自以其专业成就彰显和世界独立活动风貌的得主 这份分别是台北首都芭蕾舞团 它是现今才有历史最优势的芭蕾舞团 三十年来自立于深耕芭蕾舞的文化 渡源全是现代芭蕾 是为台湾的浪漫和传奇 首都啊 首都以前早期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不认识 我现在觉得奇怪 纽约势力芭蕾舞团 还有什么香港城市芭蕾舞团 都好像是一个城市的 像美国芭蕾舞团 就是好像有一个城市的 或者一个国家的名字 我们那个时候还搞不清楚 我那个行政就跟我讲说 那我们取行首都好了 台北首都芭蕾舞团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他又很信那个笔画 结果算那个首都 原来那个首都都市的都 笔画不好 然后就换成都 其实这很单纯的 那个时候根本完全搞不清楚 这样子 你不要出来 那个有水有水 沒關係,我去找 不是,你要 這多久洗一次啊? 嗯 還是想到就洗 是以前都有洗 不過我就沒有洗 有水 黃金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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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白色 黑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舞者组成的 因为出了学校以后 外面没有芭蕾舞团 所以这群人就大家纠集起来 就成立了首都芭蕾舞团 然后一直到现在 那首都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就是说一定要跳自己编的作品 才有自己的文化 所以说当初开始的时候 第二季开始就是完全是 自己编跳自己编的舞蹈 那尝试各种不同的风格跟路线 那累积了相当多的经验 我们也编了就是舞剧 跟外国人一样编了很多舞剧 就是本土化的舞剧 另外也编了一些 像抽象芭蕾 或者是3D芭蕾 或者是一些混合式的芭蕾舞 尽量就是往各个方向去尝试 看看能不能就是变出 属于台湾自己风格的芭蕾舞 身体推到工作脚去 预备